进城玉兔山下有个李家村,这村里可是出了个名人,李四爷家的大儿子李江竟然娶了进城里的一个青楼女子,一时间四爷家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,起初李江带着三娘回来时,村里便有人认出她是醉月楼的招牌,当四爷听说儿子要娶一个妓女为妻的时候,直接就气婚了过去。 想到自己的儿子一表人才,在城中最大的布装做伙计,就算将来娶不到大户人家的小姐,起码也能找个小家碧玉吧,娶个青楼女子算怎么回事,糊涂啊。 可是,当李江拉着三娘跪在他爹身前。 说出原由后,四爷立刻上前扶起三娘,还马上让老伴开始张罗二人的婚事,村里人不解,四爷最重脸面,怎么还为李江大操大扮起来了呢? 最不满的就是二儿子李和了,因为哥哥突然要娶一个妓女,这让与他相好的王室很是恼火,让着自己不会嫁给他了。 谁愿意跟一个妓女做肘礼,岂不是让别人觉得自己跟他一路货色,老大成亲后,继续进城做工,三五日回来一次,跟三娘很是恩爱,三娘不久就怀孕了,公婆见三娘孝顺,也从不为难她,怕她出去被村里那些人指指点点。 所以不让她跟着夏田,只在家做做饭,畏畏羁押就好,一个月后,老二成亲之前,老大就跟三娘解释了,所以,老二成亲阵仗比自己大,还有把城内宅子给他们的事,三娘也是同意的,她想着,只要他们兄弟和睦,周历之间别起冲突就好。 可是,王氏进门后,一声大嫂都没叫过,对三娘简直是视而不见,公婆自然看在眼里,只得私下里安慰大儿媳,三娘也不与弟媳一般见识,想着她住在城内,平日几乎见不到,自己忍一忍就过去了,王氏见三娘挺着肚子,见家里人不在。 就冷言冷语地说,哟,刚成亲,肚子就鼓起来了,这怕不是大哥的肿吧,三娘不想自己已经尽量躲着她了,这王氏还是来找茬,王氏一直憋着一股气,没想到这宋三娘竟然还有脸跟自己顶嘴,于是便动起了手,推脏起来,好在公公回来得及时,才没酿成悲剧,四爷见大儿媳捂着肚子一脸的痛苦, 她立刻指着二媳,大声怒斥,她是你大嫂,你平日里不敬她也就算了,今日竟敢推荡她,没看到她已经怀有身孕吗?又是一个中秋节,于如已经十二岁了,她在灶下帮着她娘准备着中秋家宴的饭菜,今日二叔一家也回来,想到那一家子,于如就满脸的不高兴,这些年,也乃伤的年纪,老大夫妇心疼她们, 就不让她们下田了,好在老大在布装这些年,攒了些银子,也够一家花销,只是,三娘说,要给玉如多多备些嫁妆,将来,在婆家也不易被欺负,所以,老大隔三差五,还要去打个零工,田里的活,几乎都落在了三娘身上, 可是,每到秋收后,二叔二婶,便会带着有望弟弟回来,然后每次走,都会从野奶那,拿走一半的卖粮钱, 玉如生气,觉得这一家子,从来不回来孝顺野奶,也不管田里的活,反倒是一卖秋粮,就舔着脸回来了, 当两天孝子贤孙,便骗去了一半的卖粮钱,野奶糊涂啊,每当此时,三娘都说,野奶年纪大了,就希望儿孙能过得好, 他们二老这辈子是最讲道理,活得最通透的人,怎看不透你二叔家的孝顺,是有目的的, 可是,这些年你二叔无所作为,你爹好不容易给找个活计,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, 你二婶也总骂他没出息,嚷嚷着要合理,有望还小, 这个家不能散了,所以他们贴补些,也是正常, 以往,玉如见了二叔二婶,也会恭敬地打一声招呼,毕竟爹娘让他要尊敬长辈, 可是,如今他长大了,越来越看不惯这三口子的德行, 所以,这次见二婶进门,他看了一眼就转身出去了, 王氏顿时火气就上来了,小丫头骗子竟然目无尊长, 他立马追出去,一把拽住玉如的胳膊,怎么? 你娘没教诲你,见到长辈该有的礼节吗? 呵,也是,你娘是个什么货色,她自然是不懂的。 你说什么?我不允许你说我娘。 玉如狠狠甩开王氏的手, 你还不知道呢吧,没人告诉你, 你娘在嫁给你爹之前,是在青楼伺候男人的吗? 哈哈哈哈,也是,这么不光彩的事儿,当然要瞒着你了。 你胡说。 玉如自然知道青楼里伺候男人是什么意思,她哭着跑回去问她娘,二婶说的是不是真的,三娘没想到这一天终究是来了,她从没想过要隐瞒自己的过去,而且也不是她想瞒就瞒得住的。 于是,她开始讲起了自己过去那段悲惨的经历,玉如是个懂事的孩子,虽然理解不了那么多,但是想到娘亲受过的那些苦。 她就心疼不已,三娘说,女儿啊,你二婶这个人心思歹毒,你莫要跟她硬碰硬,如今你爷奶奶年纪大了,只盼着一家人和和睦睦的,你阿爷最是疼你。 所以,权当是为了你阿爷,也不要再去惹你二婶了。 后来,玉如长到了十六岁,爷奶相继过世,四爷立下遗嘱,城内的那套宅子就给老二了,家里的银钱也给老二,乡下的宅子和田地暂时给老大,若是日后老二在城里过不下去,回到乡下,那田地和宅子便一家一半,即便如此分,二媳妇王氏依旧不满意。 他指着老二骂,你就是没用,你就不会说咱们家生的是儿子,那田地自然是要给你的,平白让那女人占了便宜。 老二无奈道,爹说话向来说一不二,而且给咱的银子不少了,再说把田地给咱了,咱能回去种地?是你会,还是我会? 王氏立马窜起来,劈头盖脸就开始了,爹向来偏心那个女人, 如今你没出息,还要让我们娘娘跟着你喝西北风,有本事也像老大似的多弄些银子回来啊,没本事,就想办法把那房子和地都给我要回来。 老二自是没那个心呀,可是王氏眼珠子一转,记上心来,只要老大把那婆子修了,凭老大那性子,将来赚的钱还不都是侄子有望的。 于是,老大再次从城内回家的时候,就有个婶子神神秘秘地把她拉到一边,她听后直说不可能,三娘不是那种人,可是婶子却说,你忘了她曾经是什么出身了? 如今你一个月才回来一次,难免她寂寞难耐,何况还是我亲眼所见,那男人比你魁梧多了。 老大坚信三娘不会背叛她,可是当她沉着脸进门的时候,就看到一个男人,慌慌张张从后墙那跳出去没影了,而她推门而入,就发现三娘正在床上穿衣服,她立刻气血上冲,上前抓起三娘的手臂,质问道,刚才出去的男人是谁? 三娘被问梦了,你怎么回来了?见她不答,老大更是气恼,怎么?你怕我回来?我要是不回来,也不知道你竟干了这么无耻的事。那男人到底是谁?三娘更加不解,问,什么男人?哪里?老大见她嘴硬,便讲那个婶子说的事,还有刚才自己亲眼所见的事说出来。 三娘直呼冤枉,她刚才从地里回来,浑身的汗,才进来换衣服的,根本没见过什么男人,三娘感觉丈夫不相信自己,委屈地哭起来,开始诉苦,说着这些年如何忍受村里人的闲言碎语,如何孝顺公婆,忍让老二一家的,欲如不想爹娘为了熟自己而倾家荡产,所以必须想办法自救。 就在三人快出荆棘丛的时候,欲如突然看到前方道路那一排野兔,她知道机会来了,她借口肚子痛,要解大手,大个子本不愿给她松绑,可是欲如可怜兮兮说,你们不过是球才,我一个弱女子也跑不了,若是拉在裤子里,你们不恶心吗? 最终,大个子给她松绑,看着她进了路对面的那棵大树后,因为周围在无遮挡,所以并不担心她会逃走,就算突然逃走,他们兄弟二人也能立马将她逮回来,欲如躲在树后,看到那一对灰兔马上到了眼前的路上,她突然站起来就跑,边跑边叫,蛇呀! 救命啊! 欲如回头看到被冲散的灰兔队伍,还有那两只被踢伤的兔子,想着,阿爷当初说的是,千万别是斗自己玩的,正想着,眼看着三人就要出了荆棘丛,突然,林中竟然起了大雾,瞬间就伸手不见五指。 欲如突然听到小个子男人嗷一声惨叫,接着大个子的也发出一声惨叫,就没了动静,欲如不敢动,直至大雾散去,她才发现那二人躺在地上,也不知道是不是死了,身边两大滩血迹特别刺眼,她突然听到荆棘丛那边的动静,望过去,就见有几只灰兔匆匆离去,很快就消失在荆棘丛中。 后来,她便去报官,官差正愁找不到这俩土匪呢,跟着她找到了奄奄一息的二人,稍加审讯,那二人便全交代了,一切都是二叔一家搞的鬼。